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等人 接连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后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国会议员古乌龟斯等人 也将于下周窜访台湾 并和蔡英文会面 美日议员接连窜访台湾 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 挑动台海敏感神经 岛内舆论痛批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 不惜卖台害台 牺牲全体台湾民众的利益 用心险恶 近来台海情势紧张之际 日华肯会长在访台 势必再度挑动敏感神经 美日议员接连窜访台湾 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民众担忧台海紧张情势 进一步升级 遭殃的还是台湾老百姓 因为打台湾牌对他们来讲 是最便宜的方式 可以进行到自我宣传 再加上民进党当局 一定会竭力地配合他们的窜访 做足大内宣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只是在隐隙而已 第二个目的就是透过不断 串绑台湾制造危机 美国日本为了延迟中国大陆的发展 他们希望台湾发动不对称战争 最好是引起解放军的震怒 让解放军直接攻打台湾 值得注意的是 佩洛西 马基等人在台期间 都拜会了台积电高层代表 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竟公开宣称 她为美国近日通过的所谓芯片法案鼓掌 国民党前名代蔡正元直指 全世界都认为芯片法案是用来肢解台积电的 蔡英文吹捧所谓芯片法案 声称鼓励投资 实际上是为赚取美国对其个人的支持 而把台积电推向火坑 因为本来就是威逼利用 关键美国还有很多知识产权 那如果这个政策你不接受的话 那我可能有别的方法逼你就犯 不一定说500亿的魅力有多大 而是关键的是它掌握了上下游 它有一些知识产权 或者需要政策手段逼迫你 台湾的芯片业现在就等于 面临了一个持之路口 你到底要做什么选择 然后你要怎么样走下去 台湾忠实电子报认为 美国芯片法案是假糖果真毒药 台湾旺报也发表评论指出 台积电 三星等企业心知肚明 如果接受美国的补助 实际上等于放弃大陆芯片产业 未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这种二选一 对任何国际芯片企业而言 都是无法承受的